七晨五点 离山天就已经亮了 张欣登夫妻俩特地早起一块到茶园采茶 位在海拔约两千公尺的茶园 早晚温差十五度 和适合软枝清新乌龙和金萱的生长 而要采这种高级茶叶就得用手工 离山它都是手采的 平地有茧的 有积茧的 我们都是手采的 就是因为清香回甘的独特 以及EGFA的领关税后 张老板说大陆订单从今年冬茶五百公斤 到了明年的预购订单已经高达两万公斤 足足成长二十倍 深深眼 吸到后脑勺 离山茶商张老板的茶叶 目前就是委托这位台商杜小姐到对岸销售 两年来她跑了十五个省份 这回来到山东省这个新的开发区 一盒三百公克的离山茶 卖四百元人民币 这盒新台币约两千元 我一般是做高级茶 那我也有做比赛茶 参展的就是看对象 一般的还是走大众能够接受的价位 台湾茶业要销往大陆 除了像杜小姐这样 资深到处兜售 另外的通路就是 透过台湾大线连锁店到大陆展店 或由台商独自开店 这里是闽江路 是青岛咖啡茶一街 在这里有贩售着来自台湾的茶叶 位在山东青岛的这家茶叶专卖店 是来自台湾的王振仁 两年前开的 离山茶和阿里山茶是最受欢迎 其中阿里山茶六百公克 可以卖到四千块新台币 非常润红 而且这个茶汤非常好 你看这是已经好久泡了以后 这个茶汤依然没太有变色 根据农粮署统计 2010年台湾外销大陆茶叶 出口量为623公顿 出口值约1亿9千万 去年2011年台湾茶销大陆的关税 有15%调降5%后 出口量增加达到670亿公顿 出口值增加到3亿元 尤其今年3月 关税再从5%降为零 连对岸的进口商都觉得 受益很大 不过零关税的利多 虽然让台商省了关税的成本 但在大陆做生意 还得要考虑到房租 随着房价不断的上涨 在青岛租个店面并不便宜 前面那条叫做这个闽江路 它现在平均一年的房租 在大概25万到30万之间 那这一边的话 大概一年都在8万到10万之间 就是大概93个平方米 就大概台湾 大概25瓶到30瓶左右 租金成本外 中国当地的闽南铁观音 以及牢山茶也成了台湾茶 激烈的竞争对手 大陆业者还特地利用电子看板 在热闹的街上大打广告 在青岛著名的茶街上 端轮几百公尺 就开了十几家的 大陆茶业专卖店 虽然台湾茶 享有AGAFA零关税的优惠 但台湾茶商 要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中 生存下来 就得各凭本事 广开通路 强化行销 记者陈小青 陈信龙 中国山东报道